这个男孩才13岁就拿下了美女老师 不仅年少的子 还一夜爆红成为明星 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 高中生东尼是个狠人 明明还未成年就满脑子成人想法 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为高考奋斗刷题时 东尼却只想着找美女老师约会 他邀请老师一起看演唱会 并当众表示自己技术不错 老师听了很生气 罚东尼留堂一个月 东尼不仅不悔改 还一副吊儿锒铛的样子 老师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于是把他带到小房间里教育了一番 东尼的同学都惊呆了 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被老师狠狠上了一课的东尼 时不时就去老师家找他 东尼给老师带了他爱喝的啤酒 谈笑之余两人不免做做运动锻炼身体 不得不说他们的胆子是真的大 论爱上老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东尼台上演讲时 台下有老师爱的鼓励 考卷下来时 上面也有老师的特别标记 一天学校举行选举大会 三好学生正在台上演讲 却听到幕后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 校长示意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画面震惊了全校师生 美女老师披着旗帜落荒而逃 但是等东尼走出来时 却收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都很佩服东尼 特别是男生 因为他做了他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东尼由此成为了全校男神 但毕竟东尼还未成年 被曝光的师生链让两人惹上官司 即使他们相爱 老师还是被判了30年监禁 当老师站起来时 再次震惊全场 没想到他已经怀孕了 法院把未出生的孩子 判给了东尼的父亲 直到孩子长到18岁 不知道东尼究竟有啥魅力 老师被带走时 还对他念念不忘 因为这件事 东尼一夜成名 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对象 还上了多家杂志的封面 东尼到处上电视接受采访 俨然是位大明星 他从此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东尼13岁就当了爸爸 孩子他妈还是东尼的老师 东尼一战成名 瞬间成了年度人物 过上了明星的生活 然而转眼20年过去 东尼早已过气 现在的他只是一个 没钱的无业游民 而且东尼还被告知 如果再步步缴4万多的税款 他即将面临三年的监禁 东尼口袋里只有28块钱 税务员建议他 给一位马拉松运动员下赌注 于是东尼交出了20元 东尼又找到以前的经纪人借钱 经纪人提出 做个他们一家人重聚的节目 再给东尼分成 东尼答应了 然后马上出发去找儿子 东尼的儿子索罗 现在是金融界最年轻的基金经理 不仅事业有成 还有一个漂亮的未婚妻杰米 索罗对东尼的到来非常不欢迎 因为这么多年来 东尼从没尽到过一个父亲的责任 索罗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 才拥有了这一切 但索罗的老板 以及岳父岳母一家人 很喜欢东尼 大家都被他的幽默风趣 和搞怪天性打动 索罗在众人面前谎称 东尼是他的朋友 或许是多年的缺席与亏欠 东尼想要补偿儿子 他带着索罗举办了婚前的单身派对 一行人在酒吧玩得无比开心 东尼还教会索罗骑自行车 完了拿出他妈妈的耳环送给索罗 父子俩的关系得到缓和 索罗渐渐原谅了东尼 还答应他一起去监狱看望母亲 来到监狱 母亲还是和当年一样风韵有存 母亲只顾着和东尼调情 完全忽视了儿子索罗的存在 而且就在此时 索罗面前出现了一个麦克风 定睛一看 原来周围早已布满了摄影机和录音器 索罗大发雷霆 他再次对东尼失望 他以为东尼接近自己只是为了作秀 索罗愤然离开 本是一家人温馨和解的场面 却因为电视台的介入 最后干大收场 其实东尼没打算利用儿子做节目了 但还没来得及阻止 事情就发生了 没办法东尼只好回去收拾东西准备走人 却意外地听到了未婚妻杰米出轨的电话 订婚宴席上 东尼试图揭穿杰米的真面目 但被杰米用谎言圆了回去 东尼再次灰溜溜地离开 不甘心的东尼来到酒店 果然被他当场抓住杰米出轨 东尼还贴心地拍了照片 杰米却用钱诱惑东尼 答应给他五万元的封口费 东尼很是纠结 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儿子呢 可五万元刚好可以帮他还清债务 婚礼如期而至 最后关头东尼赶到现场 他撕碎支票 当众揭发了杰米的出轨丑事 杰米还想让索罗原谅自己 但醒悟的索罗拒绝了 故事的最后 索罗与东尼重归于好 两人终于消除隔阂再续父子情缘 索罗还重新认识了一位 让他心动的女孩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完结洒花 这部电影叫爸爸的好儿子 是一部不乏温情的喜剧片